人的身体是一个负担很重的系统 它要支撑我们日常的吃喝 游玩 工作 它常常得不到足够的休息 还要被我们的坏习惯和坏情绪伤害 人们总是要到进医院的时候 才发现对自己的身体亏欠的态度 不打钢针 以后会畸形的 不打钢针 不打钢针 不要了 鸭子平时都晚上吃好了 但就和平时大义的态度一样 到医院看病的人们 也不一定听得进逆而良言 其实医生的这些话 都是为了你好 等一下 等一下 你扶一下 我拉个床 58岁的陆春英竟想着试试 还能自己走 看起来并没有其他病人那么危重 一大滩血吐在地上 医生们立刻意识到 这个病人病情非常凶险 这什么名字啊 陆春英家属是吧 以前这样呕过血吗 没有 心脏方面毛病有吗 刚硬化 刚硬化 就是干硬化 就干硬化 这个数据也很危险 是啊 这个百分之八就是 那更难过不来的 签个字哦 你是他谁 那是六点钟 我跟人们刚刚开始去 去了一刻我老婆 他就跟人家到家 说不行 说你不舒服 我说你不舒服 你就去睡觉好了 两个钟都没到 他动了一个名门 出来的时候 吐了很多的血 这个时候过去就有 四五百毫升 差不多 那我一想他是一个 着急给氧化病人 我想马上打了幼儿 量很多 不行啊 这个 这个 刚刚躺上病床 又吐了半塑料代谢 这么可怕的失血量 简直就是一口一口 把命吐掉 患者在家已经吐过一次血了 来了抢救室以后 又吐了两次 吐血总量有一千五百毫升左右 然后根据患者的体重的话 他的全身血量大概在五千毫升左右 这样算下来的话 失血量已经达到全身血量的三分之一 病情非常伪重 消化科的医生迅速赶来急诊室 他们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赶快止血 陆春莹这样的一个患者呢 他是首次出现一个欧血 他的出血量比较大 而且比较凶猛 像他这样的情况的话 死亡率也是比较高的 在我国的话 这种情况一般死亡率达到50%以上 一会儿要给你放一个三千二两管 这个管子呢 就是专门来压迫他止血的 跟放胃管是一样的 你放个胃管吗 这个需要你们家属 阳哥来配合我们 是很难受的 放不行不行 不放的话 你问题是 你如果后面他继续出血怎么办 只有50%的几率可以保密 陆春莹却一口拒绝了医生唯一可以实施的止血措施 目前的那个我们出血的患者 一般治疗有三个措施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药物的一个治疗 目前他的止血药我们能用的已经全部用上去了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个手术或者是内境下治疗 因为情况比较紧急 条件也不允许 剩下呢 唯一的有效的第三个方法呢 就是三腔难管一个压迫之血 这种方式比较简洁有效 能够最短时间内玩救患者的生命 但是你这个出血量太大了 必须要通过这个手术 但是你每次偶一次就一千 偶一次一千 好吧 你的血液量一会就少了 你身体里面只有多少血啊 三四千毫升啊 你现在已经一半出掉了你知道吧 必须要把你压住 然后再数血数进去才有用啊 吃得小 吃不小 有东西 你没试过你怎么知道呢 这是救命的糟 知道吧 你是他的二人是吧 你在这谈一下 这个原书不得没办法 就是用手脂肪是吧 你这样也得不得出来 这个时候拆了个骨子 他怕疼 我当时是去不了了 确实是去不了了 好吧 所以那天人生父是说了一说 讲了一讲 讲了纸别 你必须要拆的 这是救你命的 这个就难受 那么我们先放 你如果 你假设确实觉得难受 你不想放 到时候再拿掉 到时候我们再做 好吧 好吧 你只要配合一下 啊 固扯 固扯的陆春音 坚持的陆春音 坚决不肯插 怕花钱 怕难受 医生和丈夫都束手无策 只能发动一波又一波 医护人员 轮流劝说 还没有说服陆春音 他就开始又一次突袭 慢点慢点 慢点 拿个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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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又突了吧 就要放管了 那你怎么办 必须要放 必须要管了 再不放了 必须放了 让他配合 你这样子你再突 放放放放 那不管他了 病人一开始 对三强管有一种由衷的恐惧和排斥性命 不配合我们的三强管的操作 尊贵于病人家属 沟通协商之后 我们取得一致的意见 决定把这个保命的三强管 强行把它插进去 一会希望你配合的 这个一定要自己要配合的 好吧 要听医生的步骤啊 撤着撤着撤着 撤一点 一会想吐的话又吐 你不能再游着你了啊 为了救陆春莹 医生取得丈夫的统一后 立即插管 但是一直在拒绝的陆春莹 能否配合 反应那么强烈 马上就好了 咽 咽要去了没有 咽 咽要去没有 咽 哎呦 咚 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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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陆春英的不配合 第一次插馆失败了 尽管医生都说这是为了他好 但陆春英还在不停地挣扎 为了不插馆 他甚至说自己不想活了 配合一下 放松一下 你看他怎么咽下去 管他怎么进去 你放松点就行了 不能这样这样的 救你的命啊 你不要再弄我尴捕了 刚才管子怎么进到你室管里面 一直在那个嘴巴里面打圈 这个下去把血压住了 你就可以了呀 你不要想着这个 自己要死啊什么的 难受人一下 那你不想女儿了 你不要他 他要你的呀 你不要他们 他们都要你的呀 对吧 当时患者有说他不想活了 我想他其实不是真的不想活 只是这种疾病带来的痛苦让他难以忍受 看患者的年纪应该比我母亲还要大一点 但是是疾病的折磨让他看起来像个小孩子一样 再试一遍好不好 这样去我们放 这么下去的话我们就不放了 可以吧 好不好医生都已经做成这样了 这么多人在劝你了 来加油一下 不用不要这么紧张 你看我还没使劲 我轻轻了往里放 你看到没有 轻轻的呀 轻轻的呀 蛮好的 放进去了 已经放进去了 好的 侧的侧的侧的 这是很顺利 很顺利的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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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插管成功 医生将气体打入三枪管内 陆春英的出血止住了 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插管攻坚战 救下了陆春英的命 一周后陆春英在消化科病房内已经恢复了进食 脸色看起来相当不错 想起自己在发病时的折腾 也很有点不好意思 现在已经开始吃东西了吗 食物也能吃些 什么动作都能吃 吃得挺好的 心里没有什么蓝色的 再谢谢你们 这是我女的 你们掐击着陪着我 声明里没有 消化道出血是临床常见的症候群 可有多种疾病引发 主要的临床表现是呕血和变血 呕出的血可能是鲜红色的 也可能是咖啡色的 变出来的血可能是鲜红或暗红的 也可能是百油样的黑色 如果有病人出现消化道大出血 应安慰病人并让他尽快静卧 消除其紧张情绪 注意给病人保暖 让其保持侧卧 病人要保持头高脚低的姿势 可在脚部垫枕头 与床面呈30度角 这样有利于下肢血液回流到心脏 保证大脑的血供 呕血时 病人的头要偏向一侧 以免血液吸入气管引起窒息 病人的呕吐物或粪便 要暂时保留 粗略估计其总量 并留取部分标本以备化验 少搬动病人 更不能让病人走动 同时要严密观察病人的 意识 呼吸 脉搏 并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 郭建荣是在接近昏厥的情况下 被送进了抢救室 得知情况的老婆和儿子相继感到 怎么不舒服 什么时候开始的 1点钟 出冷汗吗 或者吃饭 以前有什么病啊 没有 高血液疼病有吗 都可以 抽烟吗 一天几次啊 一天七五七 这有多少年啊 过了四十年 四十年 郭建荣已经稍稍缓过来一点 之前胸口的突然疼痛 让他几乎失去了意识 医生们在维持他基本生命体征的同时 进行着各种检测 希望尽快获知病情 以便进一步治疗 家属们看到郭建荣还有意识 也放心不少 郭建荣家属是吧 过来签个字 厂就需要签个病毒通知的 先查 我们这边再做个新年图再看一下 对对对 对签名图的关系 两床 郭建荣 是你啊 你什么时候开始不舒服的 下午1点钟你在干什么的时候 抽烟喝茶 你给他用点利多卡因吧 两百五里面加一只 然后用个五十二只每小时 他现在早博比较多 那个家属过来一下好吧 你是他爱人是吧 你过来一下 你爱人呢是急性心肌梗塞 急性心肌梗塞 心肌梗塞 是心肝的 死亡率很高的这个毛病 心脏银根血管堵住了 因为从你心电图来看啊 它是可能左边最大的银根血管出问题了 它的梗塞的面积呢是比较广的 因为这个毛病多数是突发的 好吧 因为他抽烟呢长时间抽烟跟他这个肯定有关系的 那么现在呢 你就是发病三个钟头呢 还在我们就是急诊 做手术抢救的这个时间窗里面 就是救命的手术 那做完手术以后他的风险是 第一步先是救命 这个病人一到我们急诊室呢 结合他的这个症状 还有他当时我们心电图的这个表现 我们基本上可以确诊 他是一个急性心肌梗死的一个患者 因此我们立即启动啊 我们医院的这个绿色通道 准备给他做一个紧急的一个 指甲指路的一个手术 在近短的时间内打通这个血管 来挽救他的心理 本身急性心肌梗死啊 他有很多这个并发症风险 有些人可能就突然一下死亡了 严重的还有这种心脏破裂呀 恶性心理是常安的 现在的脏破比较多 也是属于一种这种并发症 那么我们现在先给你用药 那么最主要的问题呢 还是要尽快地把那个血管给你开通 你看看你如果还有什么疑问吧 没有什么疑问的话 你签个字好吧 这里写同意手术 你等一下 你现在要不要吃了 你不要吃 你刚才要几点啊 我刚才给你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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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新年龙手工当中 新救命 天南妈妈当着刘伯 在女纹门上 在亲死 我小贷了 你们手术做吧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啊 医生非常清晰地说明了郭建荣病情的严重和急迫 但暂时的好转让他本人和家属都放松了警惕 郭建荣要转为维安必须马上做手术 医生焦急地等待着家属签字团 郭建荣的老婆和儿子却不慌不忙地给亲属们打起了电话 征求大家的意见 就在此时隔壁床上的病人突然不好了 临床的老人病情突然加剧陷入了高危状态 亲属们气不成声 即便如此郭建荣的家属还没有意识到 进到抢救室里的病人面临的是同样危急的情况 有种某人您去干吗 您切了吗 您切了吗 老人们现在还没有跟我投了个气 您切了吗 这种事还给我付身个气吗 我觉得还要切了 切了吗 我还是搞过 来年外来还没有过程度 我把那些都不要紧 就这样紧到就没了 那个当外来的就不要想要 我们不要过一山南港 好吧 就不要吃香了 他边地 我们是干了 我进行去干事了 从来去不得天 就不要想要了 一人最重要的就弄死了 没被好就好了 弄好 他干事好 那个郭建荣家属 你们决定好了吗 决定好了 叫你儿子来签字吧 不是来签字 好吧 问了一圈人又聊了好一会儿 家属终于签字了 这里写同一手术签名 他每年体检吧 没有 从来不体检 这里日期写一写 这里写你的名字 然后父子关系 很快导管师能指了我们 送病人去急诊手术 每年急诊了心肌梗塞的 手术量在300多里 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技术 顺利的话嘛 大概一个小时以内 顺利的话 老师奶奶说快点 好 他问你打麻叶吧 要的 不同了 你不要想那么多好吧 你就闭他眼睛休息 好吧 好 手术室准备就绪 郭建荣被推了进来 守在门外的家属觉得 这将会是一次无痛的 难度并不算很高的手术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 郭建荣的心脏情况非常复杂 之前拖延的每一秒钟 对他来说都是致命的 看起来没有什么大事的心梗病人郭建荣 刚上手术台就走到死亡边缘 医生们全部扑上 开始讲究 当我们把他从急诊的平板车 正准备搬运上这个 我们DSA机房的这个手术台的时候 突然发现病人的脸色 苍白 护士不应 那么根据我们的经验的话 就意识到可能发生了 这个恶性的情绪失常 失散 如果说不及时中止 五分钟之后 就会引起脑缺血缺氧 而导致死亡 那么这个时候最有效的救治措施 就是奠基出产 点击之后 郭建荣的心跳终于恢复了正常 医护人员加快了手术的进程 因为他们都明白 郭建荣的心脏随时会停止跳动 这次的手术已经不再是一次 普通的指甲手术 在我们术期的时候 我们根据心病毒判断 它估计是护掉一个血管 但是我们照一结果一看 三个血管两个人护掉了 还有一个血管几乎要护掉了 所以说它的情况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可能在下雨的手术过程 会出现严重的情况 刚刚看清血管的情况 朱甲还没有开始装入 病人再度试颤 必须用多次的电击除颤 先保住他的命 电击对郭建荣的身体产生了刺激 发出了阵阵惨叫 门外的家属听到后 开始拼命地敲门 手术台上的郭建荣还没开始手术 就已在鬼门关徘徊了三次 不知情的家属 仍在疯狂拍门 以我的经验判断来 当时我们的手术抢救 绝对不能停 如果停下来以后 这条门蜜就交代了 我们就不可能把病人拉回来 所以说我交代护士 把我们导管师们给关紧了 那么我们继续我们的抢救工作 为了保住郭建荣的命 整个手术室正处于高度紧张的作业中 医生没有时间出去解释 也完全不可能让家属进来 在疯狂的敲击声中 医生们仍然高度集中注意力 把指甲手术做完 他不理解穷靠门 还好没闯进他 我们再积极请 就等他交流 准备他说一下 这个人可能 太凶险了 凶险凶险 可以 可以的 好 好了 公主同志正当了 快快救命 这个家属 只要两个人进来 他老婆和儿子在哪里 没关系 吐没关系 两个人两个人不要太多 你们有恐怖事吧 你们没事就不要做这个声音 他在叫 我们外面 刚才就叫好 怎么就叫好 我们两个人 现在做好了 说好无痛的 为什么叫 我们都听了 你听我们说 没有刚才那个叫 没有那个 已经人早就没了 后来又电击过五次 你们先不要懂 先不要那个 在外面等着 好吧 这个要曝光 不来世 你看 你先过来 全体医护人员拼尽全力 救回了郭建荣的命 而筋疲力尽的他们面对的是 劈头盖脸的责骂 对的 我们说无痛的 不要痛啊 他在外面里面叫 我们这么在外面 这么远的 都把都拼了 你听我解释 好吧 你说 我先去解释 先去解释 那么我们照应的结果 相信我们的 这个这么糟糕的一个事 多处的白根 就起了你的绳子 因为这个不是今天 犯病的血管已经得掉了 什么时候堵不知道 这次犯病的血管 是这个叫 全这样子的血管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你听我们说好 再说好吗 这是完全堵戴 这个全这样子的血管 所以导致它胸痛 心电出变化 所以说这个时候 最重要的 这是我们三个血管 我们最主要的这个血管 那么我们就是后来 把这个血管打出 再打出 小康导致一过 它就是胆了 是素食胆 这是致命的 这时候我们最先 我们马上就给它 电机除胆了 电机 我们在外面听说 电机除胆 对的 电机除胆 除了三到四次了 这是很痛的 肯定痛的 如果我们按照去打麻药 那么在旁边就没有了 不好打麻药了 这时候是 这时候是救命的 那么现在我们这块是 现在这个质量 肯定是的 如果我们来 你们冲进来 这个浪 它条命没有了 我们是全力不得再弄 打了四次 它会把它弄完 他那时候教室 实际上是缺血 老子缺血 几秒就没了 拜托你在台上 我们七八个人在里面 七八个人在里面 帮上去以后 他就出点出山了 所以说 他这些都是骨痛的 他这个教室 因为他心脏的 他这个使善是电机的时候 你们家属 已经要理解到这个毛病 你的心情我们理解 但是你如果你的当时 关于冲进来了以后 那么对他来说是自明的 我们也是想病人 在我们手中得到有效的治疗 我们也不想病人出事 实际上我们和家属 是在一个战壕里面的 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 都为了他在台上的病行 整个过程当中不知道 没有记忆的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的 你再等一下 再等一下 我们就送他回病房去 好吧 手术室内是最凶险的战场 你永远不知道 意外会在什么时候杀出 虽然只隔着一下呢 但门外的家属不会知道 医护人员为了挽救生命 做了多少努力 当你的战友在为你而战时 请用镇定和信任支持他们 日常生活中 我们会从亲朋好友那里听到很多 为了你好的话 不要抽烟 不要喝酒 不要熬夜 不要长时间玩游戏 这些对身体有危害的事 往往不是当时就会产生恶果 所以停不进去也是常事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平时 对好话的无视 让我们对身体和生命的重视 不断地打折扣 哪怕就是到了医院 对医生的好话也会漠视 然而医生的意见是救你命的 是绝对不能疏忽与轻视的好话 尤其是在急诊室里 武哲入院的玉学龙 在书业室输投包小眼 突然发生药物过敏 浑身都变成了红色 被护士紧急送进抢救室 这个已经要你 你先要你 这个你先别跟我讲 先救你 费用多少钱 几块钱的事情 我现在没有钱 先救命 我要你的钱 你这样我没有钱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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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钱 先救你的 我不认识 我没有钱 这个没事 我感觉 感觉不养了 就没事了 你感觉什么 没什么事 不养了 就没事 这里的墙 就是谁都能进来的吗 等你有事了 怎么办 找谁负责 刚才就要找医生 陪药 喂 我现在等我 打了什么 清理之后 有点过敏 你进来 我出了事 我不找你的 我签个字 有我不找你的 你要过敏 你有危险的 你明白吧 我感觉到了 没事 你感觉没事 我们感觉有事 你去给他挂个号 最基本的一点 小的一点 非常负掉 如果你说 你不要掉 你就切个字 开乐堂 我开了 开乐堂 要吵朋友 有一些患者 可能当时 没有引起自身的重视 然后就要出院 或者甚至于 要求签字 拒绝治疗 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 甚至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医生肯定不能放任不管 那只药只有纸毛钱 你们药只有纸毛钱 你还打针的钱 这个针 对啊 这个药 黏水的钱 黏水 还打针的钱 当心 我感觉没事了 他们的技术 严重过敏 却拒绝拒绝治疗 只是想省一点钱 医生只好想各种办法 帮他解决钱的问题 最后还有医生 主动帮他垫死 我管你我家里提供 有限 我跟你说 没关系 报号费我们付掉 好吧 然后我们的费用呢 你这样是就因为过敏 你就有危险了 你明白吗 这样是费用 这样是费用 我们俩帮你承担了 你明白了吧 但是我们最基本上 你安心好好再掉一环 好吧 就是用14块钱 去报号号 好吧 然后他就 我们该一点治疗 我们该一点治疗 不可以治疗的 你懂吗 但不要大喊大叫 旁边都是助病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 安心 安心 有些病人 会因为各种各样的 客观原因 质疑医生的判断 忽视医生的治疗要求 不相信他们是为自己好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当别人都在 为你的生命负责时 自己更要为自己负责 因为伤害 往往都无法逆 按着啊 要把自己脚看坏了 是吧 抛弃垃圾食品 从今天起 一点点改掉不良习惯 少抽烟 把嗅觉让给鲜花 和爱人的香水 从今天起 每天多一个微笑 多说一个谢谢 从今天起 勇敢去表白 失败之后 还是要勇敢去爱 从今天起 多拥抱父母 多亲吻孩子 从今天起 让我们为了更好的未来 准备一个更好的自己 2014年11月17日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急诊室 78个固定摄像头 开始每周七天 每天24小时全景时拍摄 在这里 医护人员拿出最大的勇气 接受连续十周无死角 无间断的观察 2014年12月26日 2014年12月26日起 急诊室故事 每周五晚 在东方卫视的黄金时段 与观众见面 这部真是反映医患关系 折射中国当代社会的 实际观察进入真言秀播出后 引起了观众的热烈好评 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更加理解医生 更加理解医院 是很多观众 看完急诊室故事后的 最大感受 其中被家属打骂的王宝安 在节目播出后 意外地得到了道歉 刀子嘴路易安医生 外冷内热 尽管观众对他的冷酷 表示理解 但他还是深刻地 反省了自己的个性 这没法接的 没法接 没法接 接不上是 可能态度的确之后 是需要做一些的调整 做一些的改进 在治疗疾病的同时 和病人沟通方面 会尽量多一点 然后态度尽量好一点 如果有些言语方面 可能态度方面 不是很好的地方 那希望他们多包含吧 医护人员非常辛苦 也非常努力 而有很多病人 因为医疗知识的不对称 对医生的诊断和态度 产生了误会 这是医患矛盾 最常见的原因 我全都是 我不找人的 我全都是有不找人 其中尤其以病人 柳东海一家最为突出 一大家亲戚 都急着为受了工伤的 柳东海保住手 可是没有一个人带钱 身份证号也不记得 无法挂号 急着救人的家属 和医生发生了很多争执 在老板眼里都不值钱 那我们怎么弄 都没联系 你就要怎么弄 不行我们给14块钱 快点我受不了了 马上就做手术了 如今柳东海已经顺利出院 他的妻子也承认 对医院各项流程没有经验 导致了误会 在对医生的诊疗过程 有所了解 增加了医学知识的同时 观众们还常常被那些 与疾病和灾难 坚强斗争的病人们感动 放学路上遭遇车祸的 9岁男孩顾成语 痛到极致 也没有掉泪 他的懂事让人心疼 目前顾成语 显辈皆知的右脚恢复良好 对未来生活充满乐观 看这个八块都快掉了进 我腿好了以后 还想踢足球和跑步 谢谢帮助过我的人 我的腿和脚一定会好的 右手手掌断成九节的华凤伟 向医生的突然遗跪 触动了医生和观众的心 当时医生连续为他 做了17个小时手术 现在两个多月的观察期过去了 他保住了手腕和两根手指 可以进行基本的劳动 这华医生和症状华医生 他们为我做的手术 是太不容易 在做手术当中 17个教室 我一直在前进当中 他们在某某地讲话 我都听得到 我特别感兴 有医院的女生 第五集中 怀孕26周突发脑出血的 19岁少女玲 吴华特别让人揪心 你是他男朋友 咱们让全员最好的专家帮你汇整一下 看看用什么方案比较好 懂吗 因为脑子这个东西是比较危险的地方 巨大的先天性脑血管齐形 使他无法开炉手术 医院对已经半侧肢体瘫痪的李云花 采取了保守治疗 希望他脑部的出血能够慢慢吸收 同时让胎儿成熟 一个月过去了 李云花的脑出血得到了有效控制 已经可以下地走路 医生为他制定的抛腹肠手术日期是三月二十日 年轻的妈妈就算冒着极大的风险 也希望能够生下这个爱情的结晶 想想你什么 什么想你 想什么 想 笑一下 笑一下是吧 笑一下可以 白手相依的邱文龙和张文君夫妇 受到所有观众的祝福 看着我干嘛 老师看着我干嘛 我来了那就开心了 对吧 对吧 但是很遗憾 周文龙老爷爷已经于二月五日辞世 没能和家人一起度过春节 张文君奶奶说 谢谢大家的关心 受到社会最大关注的是因房屋倒塌 两死三伤的陈氏兄弟一家 要死那么小小朋友 这个没有的是个一岁的小朋友啊 我家那个小的 还不到一周庆呢 那房屋倒塌 这个灾难型的事件突然发生是造成的 陈胜他们一家有两死三伤的 小男孩沉闯男九岁 他永远地失去了他的幼竹背 小女孩成雅七岁 永远地失去了他的幼膝盖骨 而进一步的医疗将延续到他们十八岁 他们的母亲 为了让孩子得到最好的医疗 她选择了极致手术 她可以尽快地返回社会 来供养这一对孩子的生活 母爱的崇高 在此训练 节目播出后 观众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要求捐款 目前已经收到捐款数额十万元 这些钱为整个陈氏家族 支撑起未来 还有一些人以他们的善良和乐观感动了观众 一起出友遭遇车祸受伤 姐姐陈青妹重伤 在病床上觉得苦了妹妹 妹妹沉浸住自己受伤 顾不伤之痒 一心只小的姐姐 姐妹情深 分暖动人 两个月来 妹妹每天在康复医院照顾姐姐 而陈青妹也恢复得很好 如无意外 三月初就可以取掉手术支架了 86岁的黄文良和80岁的老伴张亚贤 照顾精神分裂的女儿48年 很多观众看到他们以冒蜡之灵 还在医院奔波 潜然泪下 小姨 那你这个讲话了 脑子都好了啊 不错不错 但是对于这对老夫妻来说 他们觉得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我们的子女的爱护呢 是属于平常的 平常一边的父母 子女身边都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呢 我们也不出问题 还要你们 第二天的女儿 还要人很改动 这些人还要我们 也是蛮正常的 没什么特别的 妹妹啊 你的改革新好了啊 爸爸这个新 一起来 把人毛病改革啊 还有好女婿郭豫章 她耐心细致地照顾月母 受到观众热烈点赞 但在日常生活中 她照顾的并不只是 躺在病床的月母 她和妻子辞职在家 专心照顾着三位老人 有意外 有矛盾 有泪水 也有温暖 有感动 更有希望 急诊室故事第一季受关了 愿每一位观众 都能够珍惜生命 珍惜家人 在伤痛时 保持乐观和镇定 善待自己 善待医护人员 生命有痛 有你们真好 你哭泽 你哭泣 你微笑 我才知 有你并不简单 你悲伤 你不舍 我才知 说爱有点太晚 你快乐 你坚强 我才知 永远需要你在 我们不能不疼痛 我们不能不疼痛 但至少可以 紧握你双手 我们不能不离别 但至少可以 跟你到最后 生命有空 可是有你真好 和你一起 真心每秒心跳 生命有空 可是陪你真好 和你一起 呼吸都是真好 此时此刻 有你真好 关注东方卫视 微信公众号 了解最新节目动态 更多话续 请登陆节目合作伙伴 网易健康健康点163.com 关注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新闻客户端 凤凰新闻客户端 了解更多节目资讯 请登陆腾讯视频 PPTV 封信网 观看完整视频